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是非常残酷的 这个是一座非常精美的巷门啊 上面有两个钻铁 这是什么字的 边上落款是卧云 第三个字也不认识 两百多年历史的一扇精致的巷门 我们再往前面走啊 往前面走呢 应该是一座砖雕门楼 已经全部都坍塌了 这扇小门后面是什么呢 我们过去看一看 两百多年的一座 五开间的小解楼 这里有四个字叫做 七份高翔 这座门楼是1793年的 两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五开间的一个三合院 非常的漂亮啊 这里还有原汁原味的 满天心的明瓦呢 看到了吗 这个是合棒的壳 做成的落地长窗啊 非常精美 上面的翻轩已经改掉了 这是它的大厅啊 小解楼 这里就是小解楼 五开间的一个小解楼 知道在哪里吗